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教程 每次说这个都好累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讲了怎么样去做这个家具 其实这个呢 来说呢是Deluxe 这个EVO 最你要建模的 做得好不好看 就完全靠这块了 由于这一节 这套课程呢 给大家是带来一个入门的作用 所以呢 我没有把这个模型建得很细 那么大家课后呢 可以把它再深化一点 OK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制作地板 这一块呢 其实我想放到 几个贴材质这里去讲 因为这里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通过这个去解决 虽然这里我列了 但是我没有 在这里我不想去讲的 这就是一个老师傅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经验 那么我们下面需要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这个天花板 还有这个屋顶 那么这一块呢 相对来讲 怎么说呢 也复杂也不复杂 那么通过实际来看 在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 先调回这个平面图 把这个平面图纸先隐藏了 是吧 也就是这个先勾选去掉 然后把哪个显示呢 不登图纸 因为不登图纸会显示一些天花信息 方便直观一点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CD图纸吧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是2米65 而这个卧室的吊顶呢 是2米8 不太一样 吊顶高度不太一样 而且卧室这里呢 我还设计了一圈灯带 这个灯带 实际上这个可以洗一下 这个窗帘 这个地方 但这个窗帘的制作呢 我这里 也不太想讲了 这个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窗帘呢 其实用几压体就可以做 只是天上窗帘材质就可以了 这个给大家留个客户作业吧 怎么样用这个几压体去做这个窗帘 相信你听完这个你肯定会做 所以呢 这块的就是说 我们相当于去做两个天花板 那么我将通过两种方法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首先找到天花板这里 注意在左边空间栏这里 有个天花板 选择这个 这里有两个 一个置入天花板 一个是绘制天花板 那么置入呢就很简单了 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卫生间里面 我直接选这个置入天花板 单击一下 右边出了一个对号 是吧 对号呢 我就可以然后点击这个卫生间 这个就变成蓝色的了 单击一下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天花板选项 是吧 与地面距离 2米67 这个我给它改成2米65 就是天花板的高度 这个数值 天花板呢 这个就是与这个建筑原始顶的一个距离 是吧 总共我们是3米 天花板厚度3公分 用温认就可以了 离墙距离 这个可以选择调 这个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 设置离墙距离10公分 是吧 这个适合做这种灯槽的 这种 这就比较方便了 那么 等会再讲 OK 那么现在有一个绘制天花板 绘制天花板怎么呢 我客房 我用绘制天花板这种方法 因为它形状比较特殊 在这还有一个灯槽 好 我点选一下它 凡是出现绘制的时候 鼠标的右侧都会出现一个折线 是吧 那么折线代表你可以画了 天花形状的画 我先找一个点 找到这 OK 单击 注意这里都是单击 然后再找到这 找到这 找到这 一个点一个点的画 把这个画全了 通过按住鼠标中键来控制的方式 然后到这的时候呢 可以单击右键了 关闭多边形 我们看这样一个天花板就出来了 对吧 是不是很意在呀 绘制天花板 我们高度可以调一下 客房的这个天花吊顶高度是2米8 输入2.8 对吧 3公分的厚度 我们不变 这里有个封边的选项 封边的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没封边 就是相当于它只是一块板 现在封边了 我们看一下3D视图 边上就出来了 是吧 而这块天花板呢 它没有封边 所以呢 就是这样对的 那这个封边了呢 就把边包起来了 是吧 这里有个上层内缩的一个功能 是吧 上层内缩呢 这就是我们制作灯槽的一个关键 假设 现在我想做一个灯槽的这个 我给它设置为15公分吧 0.15 我们看一下 OK 这时候我们发现 它是不是出现了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灯槽 是吧 但是 很遗憾 它这没有遮光板 正常来讲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放大一点 切换到视角 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块遮光的一个部分 挡光的一个部分 那么现在来讲呢 这个LED灯槽呢 也可以其实这个挡光的部分 有些场合也可以不需要 那么这样的一个灯槽做出来了 但是它有个缺陷 就是发现这两边 它同样给 忘你缩了 这个地方 就不太好 因为它是整个这样一块 全部都缩进来 那所以这个也有办法把它补齐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 再另外建一个铁滑板 或者是放置一个挤压体 放置一个挤压体 或者说一个空间组件 把它这个地方给堵上 那么这里呢 其实就是说影响不大 我这里就不堵了 这里也给大家留个客户作业 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一块给它补上 当然我这里只讲了靠墙的一个灯槽怎么去做 还有在中间扣的这样的一个灯槽 怎么样去做 是吧 比如说这样的四方的灯槽 然后中间有个吊灯 这应该怎么来搞 那么我可以通过多建几块跳花板 通过组合的方式来做 给大家提个思路 反正绘制跳花板 我在这块区这里绘制一个 这里绘制一个 绘制四块跳花板 中间这个空洞不是出来呢 那么这个也给大家留一个课后作业 师傅领介们学依靠个人 那么作业的交流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群 640 717 361 好了 那么这样两块跳花板 我们就做出来了 关于这个灯槽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再通过下面布灯的环节 再给大家重点去讲 那么建了这个跳花板之后 我们发现 在这个模式下 从上面就看不到下面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其实挑到任何其他的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屋顶以外 其他的任何一个选项里面 都可以隐藏 自动隐藏跳花板 只有在这两个情况下 跳花板和这个屋顶的情况下 才会显示出来 那OK 我选择跳花板 你看跳花板自动出现 选择其他地方 跳花板自动隐藏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不要慌 那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怎么样做屋顶 我们首先找到屋顶这里 找到屋顶 切换到它 它自动默认给你封顶了 是吧 其他地方可以偷视 那么我们看 这有自动放置屋顶 跟绘制屋顶 这有屋顶那些选项 这有个选择 是吧 有不同屋顶 我先选一个 这个默认是屏屋顶 是吧 比如说选的一个 这种 这种吧 双坡的 OK 我先放一下 自动放置屋顶 我们发现 出现了一个问题 是吧 被压下去了 这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算屋顶的时候 它是把你建筑物的高度 一并算进去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屋顶 它的高是三米 那么我要想 在这个顶上的时候 我的建筑物 一定是要高于三米 对吧 那这个适合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建很多别墅 是吧 有这种地方的时候 所以我在建的时候 我在做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那么我就要设置为六米 才可以 来做这个东西 那么这是软件自动 这样的一个设定 所以你看 这样就不符合了 对吧 它是连你整个建筑物 算起来 加上高度 一定要达到六米才行 但是这个呢 如果把它强制拉高 我们看会有什么结果 你看 这中间就空了 对吧 中间就空了 这个不行 不符合我们这个 形状的一个要求 是吧 所以OK 我们不要这种物定 那么 但这种项目呢 也逼得少 天少儿呢 不太喜欢用这种 我可以选择 户外主 如果非要做这种呢 因为这块的 不需要去计算 那么我可以选择家具 及物件 然后选择目录 这样呢 外部规则 你看啊 这有个三角顶 对吧 单击它 我可以把它 拖进来 大概类似这样一个形状 当然还是 你看这样的一个三角顶 是不是就出来了 因为它是实行的 只不过你这样做 是一个实行的 那么这里呢 我就不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三角顶 那大家可以自己添加 做这种形状 在对象目录里面 还有一些 其他的建筑物都有 OK 我们把它删除 我们还是回到 这个屋顶选项 那么这里呢 这个三角顶不行 我们就还用这个平顶 平顶扇 自动放置屋顶 我们点选一下它 它就默认地给你 出来了 那同样的道理 绘制屋顶也是 我可以 只选择一部分 做这个屋顶 那么这里呢 我就用这个默认的 就好了 当然这个绘制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跟绘制跳法板是一样的 自己去研究 这样一个屋顶 我就做出来了 其实也很简单 很易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屋顶 就做好了 至于这个屋顶 基本上 在这个软件里面 功能也很少 所以我们这里 就不重点 去再去 强调 这个屋顶怎么弄了 只知道有这个功能 就OK了 这里我也不做重点 去讲解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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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